三分钟讲秦穆公 很多朋友讲秦朝的历史 大部分只是想到秦始皇 其实秦国的崛起并非单靠秦始皇一人 在他的祖先之上已经有一些明君 其中一位就是秦穆公 秦国原来的起跑线可谓非常拙劣 早在周朝周天子的时代 秦国的祖先只为周天子牧养马匹而矣 后来因为周天子派遣秦人到西边抗击蛮族西涌 逐步开始建立起一系列的战绩 直到周丘王被西涌所杀 秦人又成功协助周平皇冬迁 周平皇于是将封地连百拙的封号赐给秦相公 即是秦穆公的祖先 秦朝才开始有诸侯国的地位 秦国地理位处边随 长期受西涌蛮族的骚扰 也都不见得繁荣富庶 但这样的环境却没有阻止秦穆公副国强兵的决心 任用延能就是秦穆公其中一个重要的优点 为人尊尊乐道的是年过七秦的百里鞋 秦穆公对他十分赏识 由于当时百里鞋逃亡至楚国 但如果向楚皇名正言讯提出要人 百里鞋原来是治国良才的事就可能被揭发 因而打草惊蛇 随时反租楚皇拒绝 因此秦穆公用一个计划 他向楚皇表示这个只是陪价的一个奴隶 只价值五张羊皮的代价 希望换取回秦国 最后计划成功 由于百里鞋是用五张公羊皮熟回来的 所以人称其为五股大夫 百里鞋后来又推荐了另一位然能展肅 为秦穆公所重用 秦穆公更大胆起用原来效忠于西涌的鱿鱼 重金礼拼鱿鱼转会 结果因为鱿鱼最熟悉西涌的内情 有助秦穆公成功打败西涌 秦穆公37年秦军出征西涌强大的部落棉水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他们 秦穆公成性前进 二十几个永敌小国先后归服秦国 秦国辟地千里 史秦穆公霸西涌 秦穆公另一个令人遵遵乐道的故事 就是他巨人意关心老百姓 曾经有一批野人偷了秦穆公的马匹 并将之分食 到秦穆公要处置这批野人的时候 他就选择不惩罚他们 看出他们在外穷苦的状况 又指出吃马之后要喝酒 就赐酒给这批野人 就此放过了他们 后来这批野人在秦穆公被敌军包围的时候 为他解围 此秦穆公亡马 以现代角度来看 秦国的起跑线并不突出 环境也不见得很优良 不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秦国最终依然能够突围而出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 我们都曾经历经一窮二白的时代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依然能够富强起来 起跑线并非决定一切